今天是我学做江西赛的第N天,来炒一个酸辣芋头丝 先来准备几个芋头,把皮削掉,然后再洗干净 处理芋头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,一定要戴手套,一定要戴手套 洗干净的芋头全部给它切成丝 芋头切成丝之后还要腌制一下,不然做出来会麻口 加点盐和白酒,全部给它抓拌均匀,腌制半个小时 然后再来切一些姜蒜末和泡椒 再切点新鲜的小米椒,再准备一点葱段 腌制好的芋头丝放到清水里面去多抓洗几遍,洗掉表面的淀粉 然后用力的挤干多余的水分 锅里不用倒油,把芋头丝放下去炒一会儿 炒个三四分钟,然后就给它盛出来 锅里重新倒油,把刚刚炒好的芋头丝再次给它放进来 翻炒个一两分钟,然后给它扒到一边去 因为锅里面还有油,它会渗透出来 然后就把姜蒜小米椒放下去炒香 姜蒜辣椒炒香之后,就把芋头丝全部给它翻炒均匀 接下来就开始调味了,然后加点盐,味精,生抽,还有蚝油 还有这个是必不可找的米酒一定要放 全部给它翻炒均匀 之后从锅边淋入一点点白醋 再次翻炒均匀,出锅之前撒点葱段 其实是要用大蒜叶子,但是我家里没有了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姜蒜的老乡帮忙点评一下 我这道菜做的可还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